大家好,我叫王子轩 我来自江苏南京去年的时候,我来到了这里 在MU无聊的时候,我会跟同学去爬爬山 上个星期我就随我们的导演陈浩孙去了那座山上 那座山不太高 我挺喜欢,反正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喜欢爬爬山的 爬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能强化我们的骨骼 爬山是一个,爬山是进行的是有氧运动 分享一下你对爬山的经验 因为已经爬山了数次了,所以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新手 爬山前的前几天你要做好充分的运动 比如说去健身房把身体打开,然后登山的前一天你就要避免太多的气贷性的活动 因为登山也是一个体力活 然后登山出门前你要多擦点防晒霜 因为山的海拔比陆地高,所以它的对皮肤的辐射会有很多 然后记得要多带几瓶水,因为会消耗你体内的很多水分 然后到山上的时候,避免进入一些草丛多的地方,以免有伤 然后晚上你可以多带一点衣服,山上晚上降温也比较的冷 我记得在我九岁的时候,我跟同学去我家附近的四星山去爬山 记得那天的天是非常的冷,然后天也非常的黑 我们穿的很少,所以感觉特别的冻 然后记得到了半三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狼的摄影 我们当时非常的害怕,然后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就继续往山上爬,快爬到山顶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就在那个小溪边看到的一具尸体 哇,这是我们第一次去见那个尸体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害怕,然后我们很远就沙腿的 从山沙就跑下来,然后打车回了家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毕业以后我准备随一群人去武当山 就是当时孙悟空被压的那座山 我们知道那座山的海拔是非常高的 比我平时的山都要高两到三百岁而已 当然要消耗更多的体力 所以我天天晚上都会去健身房里面去健身 也就为了那一次做准备 然后当你爬到山林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自豪感 你就感觉你征服了这座山 中国有句古话叫 会当林爵顶一男中山小 人的level越高 你看的东西越高 所以你就可以站在那里面不动 然后一定要加油 然后打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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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